狗是我们的朋友,请不要伤害流浪狗 说的这个打野里,让口号喊的这个响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这几天中国全国抓狗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 前天分享过一支影片,讲过大概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后续发生的更多更多的事情 我甚至看到有些中国人都已经上街举牌 抗议中共这样一刀切的政策了 而且许多公安局跟城管配合开直播 抓狗给社会大众看 官方带头啊,我真的觉得越来越荒谬了 其中啊,这个政策包括抓捕对象是超过55公分的狗 55公分大概就这样子的狗 阴斗发斗也禁养 再来就是未牵绳之55公分以下的小型犬 马尔基斯嘛,博美嘛,吉娃娃嘛 那我先说一个前提啊 在中国各地执法方式真的是大所不同啊 你们在网路上看到的直播版本啊,都是范本 像前几天啊,我就看了一个公安直播抓了一个养发斗 还是阴斗忘了啊,反正是阴斗发斗其中一之一 这样的一个氏族以及他的狗 因为这个城市是禁养发斗或阴斗的 那这个又有一些问题了 你是法令斑不前养的还是法令斑不后养的 总是把这个狗给抓了对吧 而且还用网子绳子给套住 而他就是正常的在溜 然后他们就过去直接这样套住抓住那个 对犯人的那种程度在抓啊 我在想即便是人在面对 五六七八个公安 然后还带了工具去抓你 人都会害怕了 更何况是动物呢 然后狗很惊恐不知所措乱动 你又扣他帽子说 你看他疯了 这种狗就是不好啊 其实他即便违规了 你可以让主人抱着他跟你一起去警局协调嘛 因为毕竟他是在遛狗的过程中被你抓 他不是说他的狗在咬人的过程中耶 我们一直说的是不要一刀切 去整治这个东西 宁可错杀一把也不可放过一人 而我们并不是针对中共整治所谓 朝向西方国家那样的养狗环境前行 这是你的手段跟方式错了 你搞清楚这些人在反对的东西是一刀切 懂不懂 我那支影片也举例欧美的例子了 那有些人不愿意看还是不愿意看 最后这只狗被送回到市主的乡下老家 这么样的一个暖心 你看咱们公安跟城管都是合理合法 合乎人情味的执法呢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另外一面更多的是什么 没有被直播进去的 有很多很多是当地的城管跟志愿者 打到S 这个照片你们在微博上自然看不到 但是你们去推特上看呢 我看到有的 小粉红在那边说 我今天当志愿者打到S了好几只啊 我好开心啊 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战利品嘛 路边的 丢在垃圾桶的 绑在树上 像崇祯皇帝那样的 很多耶 超级多的耶 你们是有病是吧 甚至闯进去人家家里把狗带出来 这就跟强拆一样嘛 有些地方强拆 你拿得到拆迁费补助款 有些地方 你就是拿不到拆迁费 有些地方的烂尾楼会赔 但更多的是不会赔你的烂尾楼 就跟特色管理一样啊 这个小区 这个城 没事 但别的小区别的城有是 而且是非人性化的管理 然后当我们在说不能这样一刀切的时候 目前还没事的 小区的粉红就会说 你看乱讲造谣啊 我们小区没事啊 现在这些人啊 也把这样的逻辑 掏到这件事情身上 昨天河北邯郸市啊 路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斗殴事件啊 去李老师的推特看 你们在战争吗 我真的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比照你们说的 因为前几天呢小女孩去挑衅狗 被狗咬伤了 然后因为这件事你们要全国开始整治 一刀切的无差别针对 那是不是昨天河北邯郸打人事件 也要对全中国人类做出一样的处理 因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可能 每个人的手都是犯罪的工具 所以你们没有上手靠出门啊 被抓到直接武害化处理 一记闷棍 你这逻辑不也一样吗 一个人养了 两个人养了 全区全程特色管理 难怪你们粉红那么喜欢这三年的政策对吧 前天那支影片啊 有人说八九你就爱狗人士啊 撒小撒小的 拿这个喷我 我傻眼耶 你扣我爱狗人士的帽子 那我也可以扣你S狗人士吗 还说什么你爱狗就把全世界的狗都借过来你家养啊 OK啊 那你讲这句话反之你是不是要把全世界的狗都给S了去啊 到底在讲什么极端例子啊 更何况我是非常讨厌狗的 即便我现在站出来帮这些士族还有这些流浪狗发生 我还是讨厌狗的 但这是普世价值嘛 你不能一刀切去S路边的流浪狗嘛 即便我老家从小陆陆续续到现在养了十几 都到我数不清了 我爸超喜欢养狗 大型犬也养了 小型犬也养了 最小的什么博美也养过最大的古代牧羊犬也养过 现在家中还有五只狗 照理来说我从小到到跟那么多狗生活 我应该还蛮喜欢狗 为什么我讨厌狗 因为狗很臭啊 狗一个礼拜左右没洗澡就有狗喂啊 跟着矿那么多只狗 那狗会加在一起 走去我家后院跟前院有时候会踩到狗死 我真的非常讨厌 但我不会想到把他们打到S啊 所以我在讲的是 一刀切政策 懂不懂 我看到有些留言区有些台湾人也是在喷喔 他可能本身就已经讨厌狗了喔 所以他把那个情绪带过来 他说八九你在情绪勒索 你才用你的情绪勒索留言来情绪勒索我 你要这么滥用情绪勒索这一次 那大家都来滥用啊 我这个节目帮过很多中共被破坏的 中国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发生 很多都是因为一刀切的政策导致的 请问我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说中共不应该一刀切 是不是也属于你说的情绪勒索 那这样这个频道不要做啦 那大家新闻都不要做啦都不用做了嘛 换了物种你就换了个脑袋啊 而且现在有些粉红网红啊 在喷这些所谓的爱狗人士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逻辑是什么啊 狗是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伤害流浪狗 说的这个大爷里人口号喊的这个响啊 问题是啊 毕业我们啥时候大肆伤害流浪狗了 这不无中生有吗 有些地方整治流浪狗的问题 那也是抓起来送到救助站去 有几个流浪狗没伤人就直接被打死了 这就很莫名其妙 哇哈哈 你看这个小粉红明显就是看党媒信党的东西 从来没去推特上看过 你们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才出来讲啊 就是看到太多城管 公安还有所谓的志愿者在S啊 所以才出来讲啊 对确实在中国也有好心人士 跟善心人士 还有这样的协会 在救治流浪狗 对这是党媒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是一个很正常 感觉跟西方一样的民主国家 但真的实际情况 社会风气是如此吗 如果今天社会风气是如此的话 你们不会这样一刀切去做这个政策 欧美国家什么时候跟你一刀切了 从来我们并没有反对说 狗在外面应该又有相对应的规范 避免伤害到人 或是突然冲出去造成车祸 这些我们从来不反对 不要在那边说什么 哦干你就是要支持这些行为 你继续鬼打墙啊 我们接着看下去 保护浏览者的口号谁有规范 那具体的保护方案也说什么呀 爱国人士能拉出可行性的方案吗 目前为止啊 我是没见到任何一个人 重点是你们允许爱国人士民间团体啊 里面没有党支部的 让他成立让他去控管吗 没有党支部的可以吗 不可以嘛 那讲什么呢 上次那支影片都举例过啊 你真的要所谓的安乐死 哦在中国是有的没错 但这个基数 更多人选择的是直接一记闷棍 省钱省事 那为什么特色管理这三里 你都一记闷棍 为什么一记闷棍 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 也不知道 但台湾啊 不光是有一些艺人明星网红 甚至有看到很多很多 平民老百姓啊 没有声量的 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像我每三个月每半年 我就会去save那个iPhone机器 按一下 看我要捐唐世证基金会也好 还是看我要捐什么 中华儿童什么基金会也好 不然就什么流浪狗 毛小孩组织那些基金会也好 也是有在出一份心理啊 即便我不喜欢狗 还有那几个养狗的明星 为啥你们养的都是高价的宠物犬呢 这么关心流浪狗 收养几条自己养呗 不会也先流浪狗当台广汉吧 把狗当什么 当玩具吗 我今天也成立一个流浪狗基金会吧 那些天天高作保护流浪狗的明星和爱族人士们 他们那么有爱情肯定会支持的 每年补贴一下流浪狗救助站 给动物们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这个我也是不知道 中国的明星氛围是怎么样 但是我看台湾确实蛮多人 一定要选品种的猫或狗 就是这样 像我家的狗跟我家的猫 除非是别人送的 那大部分也都是去领养的 甚至跑去新竹收农所去领养 然后我爸带回来 我只能以我个人的家庭的例子来讲 通常会讲这种话的人 他们对于人权也是非常漠视 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治 国际上的政治也都是非常漠视的 我每天吃饱喝好就好了 隔壁邻居如果被公安找麻烦 被铁拳被特殊管理光好屁事 因为反正没有打到我身上 但欧美跟台湾都是有这样的人 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有非常多非常多基金会 重点是你们中国的社会风气 跟你们政府是鼓励做这件事情的吗 是默许没有党支部的组织 做这件事情的吗 是允许不用收回扣 没有贪污的组织来做这件事情的吗 我觉得你讲这个就是完全屁话 你怎么已经把中国当成一个 跟欧美国家 或是北欧这样已开发国家的 这个例子的前提去做这种发言呢 今天这些在抗议的人 并没有要求你们 哦你们一定要爱狗爱猫 并没有 他们是希望你 不要一刀切的去做这个事情 再加上 中国现在躺平的年轻人非常多 我最近看到好多中国的那个厂啊 那个仲介他妈黑心黑的要死啊 难怪中国那么多年轻人躺平 坐一天坐两天休五天 我看到好多一天在中国赚两百三百 还有分高工价跟低工价 你赚过去还扣扣扣扣扣扣 你拿到剩一百五一百三 一瓶水扣十块扣十五块 吃个宵夜扣十五块二十块人民币 然后你这台水电费扣一扣 一刀切 真的很简单啊 哎哪哪哪哪哪哪哪有问题 哎全部一刀切 全部一刀切 全部一刀切 快速迅速啊 完全没有人权 不用动脑 当然很多人会说 中国人口太多 要民主的话 啊不就要讨论到天荒地牢吗 确实嘛 但民主也是你中共 自己打出来的口号 你中共也觉得自己是民主国家 对吗 但这也恰恰反映出 你中共没有能力管理这么多人 也没有能力让这么多人 有公民意识 跟参与社会责任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让人民有公民意识 跟参与社会责任的资格 如果让他们长期参与 意识提高 他们就知道 你共产党有多大的问题了 你既然没有能力管理14亿人口 你就分裂吧 你让不同的制度国家在大陆成立 自然会有移民的市场机制 来决定 哪个制度 哪个价值观是好的 天天说美国在打中国 但我看到最多的是中共在打中国人 跟中国人在打中国人 好说完中共层面了 来说一下中国人民层面了 确实中国有很多刁民啊 大妈那种啊 确实也违法了 像是乱摆地摊 在大马路上跳广场舞 诸如此类啦 当公安来劝阻的时候 他们就会闹事 挥刀乱S 对 这确实会造成执法困难 但我说过了嘛 双方互相影响 越陷越深 当一方越强硬 另外一方会更强硬 所以接下来遇到别的个案 公安自然会带着更强硬的态度去处理 接着恶性循环 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社会现象 当今天啊 刁民的数量的占比 可能只有3% 5% 诶那这个国家可能是属于正常范围 但如果当今天这个国家 40% 50%都是这样的人民数值 那这就是政府跟媒体的责任要去改变 但不好意思啊 中共政府没有想要负这个责任 而它也想要造成这样的局面 因为当人民数值越差 它就越能枪杆子一刀切的管理 当然人民数值越来越好 自然对于政府的要求跟期望 也会越来越高 这会压缩到共产党的权力 这个道理跟物质上也是一样的 最好我让大部分的人都活在你 你赚不到钱 但也饿不死 但也吃不饱 好 我昨天看这个微博在讨论 做事修三 薪水砍10%好吗 我相信这个中国的网友啊 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反正这个议题 我就看到下面有非常多人在讨论说 有没有可能我原本的薪水 就是两三千三四千呢 有没有可能我连周休都没有 怎么还三休呢 会不会每周要上班五六天的我 日工时十到十二个小时责任制 改成四天上班 变一天要做十六个小时 还要砍金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啊 这个影片也是在河北哈 学生这样冲进去吃饭 因为吃饭时间只有二十分钟 然后下面有很多网友留言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啊 引起一些家长的不满 你就知道了 在中国连人的权益都如此 更何况是动物 更何况是狗婚吗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部闲 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的小小姐姐 拜